这一次呢 纸本的这个五倍券呢 很快就能够在超商领取了 那么一定要拿的是健保卡 来到这个超商的事物机 插入之后呢 选振兴五倍券的这一个专业 那么里头呢 就能够有预定的功能 然后呢 确定好了这个个之之后呢 你就会拿到一张小白条 到时候拿这个小白条来领取就可以了 拿到单据 到时就能原店领取五倍券 透过平台和超商预定 分为两个梯次 第一梯次9月25号就开始 第二梯次则在10月25号 除了超商外 超市药妆店也能领 此外邮局10月4号开始预定 除了透过邮局网站填个资 还有电话预约的方法 10月1号开始 也提供直接到零柜领取 无需预定 比较想纸本还是输的 纸本吧 为什么 觉得比较好用 不一定要绑定 领纸本在八大加码券中 除了好识券 哀元券 地方创生券 得透过数位方式 其余的项意放券 动资券等 都能透过平台登记抽签 目前最新统计 数位五倍券 绑定的人数 在289万2459人次 算一算 至少上千万人 还未领取 这也让四大超商 祭出各种优惠 成功预定者呢 我们都可以提供咖啡 大杯咖啡 买一送一 以及百元购物金的 双重优惠 另外还有机会抽百万名车 除了都有咖啡 买一送一 CV11送购物金 全家抽名车 饭店业者也超前部署 金华宣布10月8号后 持五千元资本券 就回馈餐饮消费金五千元 军月也不甘失落 持五千元资本券 直接注一送一 或直接升等豪华套房 云朗就定增值10% 以五千五百元 折抵消费 抢占职本五倍券 TBS新闻 余欣汉颜沛于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